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我們終於進入到下一個主題重複排列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例子 有三種酒倒入五個不同酒杯不混酒 也就是說每一種杯子只倒一種酒 每一杯都要倒有幾種倒法 你可以先想一想這個問題 就說明一下我們這個主題 叫做重複排列的原因 就是代表說我們前面的教的 不管是幾階還是批幾舉幾 都是建立在一對一配對一對一 也就是說你一個東西被挑完了 他就沒了 所以下一個人就少一個選項 重複排列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被挑選這個東西 他是沒有限制的 你可以重複無限的挑同一個對象 如果說像我們之前是說幾顆球幾個洞 如果球也可以無限重複挑 洞也可以無限重複挑 奇怪這樣到底會挑幾次 因為你可以一直重複 對不對 那可以看到我們重複排列 還是會有一邊是有限的 所以這裡有N個A M個B 每個B能從N個A中選一個 那你注意看這裡的 你說這個B呢 就是一個人只能選一個 可是A可以被重複挑 共選了M次 那他這樣子是N的M次 那其實大家在講義上看到這樣子的描述 然後就背N的M次 遇到題目的時候還是常常搞混 那我之前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不用去背這樣的公式 然後一直搞混 寫好多題還是很不確定 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而已 就是去解釋你的算事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例子 三種酒倒入五個酒杯 好那我可以告訴你答案就是 五的三次或三的五次之中的一個 那你覺得是哪一個 不是猜 也不是說去念念看 三種酒倒入五個酒杯 五的三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可以說三種酒倒入五個酒杯 三的五次對不對 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是去解釋這個 五的三次它是五乘以五乘以五 那如果答案是五的三次 你問自己這個乘以五是乘什麼意思的 這個乘以五是乘什麼意思的 如果它是五的三次 那五我們之前有講過 不是說因為五個酒杯 所以就乘以五 不是是五個酒杯之中選一個 那樣才會乘以五嘛 所以說五個酒杯之中選一個怎麼樣 然後一個酒倒進去嗎 然後五個酒杯之中再選一個怎麼樣 一種酒再倒進去嗎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就不合理了嘛 對不對 因為怎麼樣 酒杯選完是不能再選的啊 因為它不能混酒嘛 對不對 那好 我們就捨棄這個答案嘛 那如果是三的五次呢 三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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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什麼乘以三 一樣 不是三種酒就乘以三 是三種酒之中選一個 所以乘以三 那三種酒之中選一種 倒入一個酒杯 三種酒之中選一種 再倒入一個酒杯 三種酒之中選一種 再倒入第三個酒杯 欸 合理嘛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三的五次 這樣子 就是說 不是說一直錯 然後去感覺 然後我知道 它倒進去它 所以它在下面 它在上面 都不是 你要做的就是去把 你的這個三的五次 和五的三次 解釋一下 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先來看看 其他的例子 有四封信 你現在要投入五個信箱 五個信箱 任意投 也就是說不用管說 誰家的信是什麼 要不然的話 你當然就有一種投法 就是誰家的信就給誰 那假如今天我亂丟 我亂丟 四封信 投入五個信箱 任意投放有幾種方法 那這裡面 到底誰是有限制的 我們剛剛講 其實有一邊是可以被重複選 可是另外一邊其實是不會重複的 題目通常都不會講 講明白 那它要從真實情境去想像 那真實情境你可以去想 如果今天你的答案是 四的五次 或你的答案是五的四次 那這個四的五次的話 也就是說 四封信 挑一封 然後怎麼樣 放入一個信箱 再從四封信 再挑一封 再放入一個信箱 不合理 因為你前一封信放進去 後一封就沒有了 那當然也許有的學生會想說 那說不定它不是四的五次啊 好我四封信 挑一封放入一個信箱 那接下來剩三封信 對不對 好那三封信挑一封 再放入第二個信箱 這樣子我的答案會變成 四乘三乘二乘一 那答案會是四乘三乘二乘一嗎 可是你這樣子的話 你一定會變成說 每個信箱都只有一封信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你四封信挑 放入一個信箱的時候 你再挑放入第二個信箱的時候 我們前面有講過 選了又選是有差別的 所以它等於是你幫第一個信箱挑 再幫第二個信箱挑 再幫第三個信箱挑 對不對 好所以這樣子的話是 四乘三乘二乘一的話 變成每個信箱都只有一封信 然後有一個信箱沒有 這個並不是它題目的原意 它任意投放 它沒有說不可以重複 它可以很多信 全部塞同一個人的信箱 所以呢 這也不是這樣子 那也許有的小朋友 他會想說四封信挑一封 然後怎麼樣 五個信箱裡挑一個 那它的答案會變成是 四乘五 然後呢 三封信挑一封 再把五個信箱又挑一個 因為可以重複投 對不對 所以它的答案變成是 四三二一 然後乘以五的四次 那這個答案其實是錯的 那錯的理由 我們在前面那個九顆球的時候 有講過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問題呢 只在乎你的配對狀況 那這樣子選 它其實變成是 按字的去設定的順序 等於說這個是第一封 這是被你挑的第二封 這是被你挑的第三封 這是被你挑的第四封 對不對 假如說我第一封 假性放入A 乙性放入B 這樣子 那在你這樣子選的情況下 我也有可能這裡面 有另外一種是 我先挑乙性放入B 再挑假性放入A 可是你就會發現它 沒有差 這樣有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成了又成的 每一個成的選項是有差別的 那你的這個成了又成 你自己沒有感覺到 可是其實這個算是 成了又成的這個算是 你已經按字設定了 先選 後選 再後選 最後選 順序是不一樣的 可是它不符合題目的設定 這就是為什麼最後這個答案 沒有錯 我們的答案是5的4次 最後這個錯誤的答案 它的錯法呢 會跟我們5的4次比起來 多成了一份就是4階 好那我們來看我們正確答案 所以我剛剛雖然講它是正確的 不過我們還是來想一下 它如果是5乘以5 乘以5 乘以5 那是怎麼樣 5個信箱裡挑一個 然後拿一封信進去 然後5個信箱裡再挑一個 給第二封信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 選了又選是有差別的 所以我按字把這四封信 當成是不同的信 A信 甲信先選5個信箱 選了 乙信再選5個信箱 丙信再選5個信箱 丁信再選5個信箱 然後不要為甲乙丙丁去 對調它的順序 因為我們不在乎 他們被放進去的先後 我們只在乎它配對的情況 所以答案是5的4次 這樣就很合理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從7名學生中選出 國音數三個小老師 不可兼任和可兼任 不可兼任就會變成怎麼樣 變成每個人只能挑一種小老師當 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 一個小老師有很多人當 其實題目沒有講 通常是不可能 我覺得我們現實中 一個小老師沒有就是一個人 所以題目不用特別講 你就可以理解到說 一個小老師是不可能去有很多人當的 但是一個人是 如果可兼任的話 是可以當很多個小老師的 那所以說這個 在不可兼任的情況下 它變成一對一的 那我們講過這個會是什麼 希望你可以答對 它是7乘6乘5 就是P7-3 如果可以兼任的話 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當很多小老師的話 那來問你 它會是7的3次還是3的7次呢 很多人它會去 在乎說 現在是人選小老師 感覺好像小老師是被選的嘛 所以三個小老師之中選一個 那三個小老師之中選一個 再三個小老師之中再選一個嘛 三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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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就算不是的話 還可能想說三個小老師之中選一個 那選完了之後剩兩個 那就變成是什麼 三乘二乘一 那其實都不是嘛 你會發現它的答案其實是怎麼樣 是小老師選學生 所以說中文上就是這樣子 像你看我們 那個國中的時候就看過這樣的問題 說學生分班級嘛 對不對 或學生分帳篷嘛 那學生分帳篷誰是被除書 其實是學生才是被除書啊 所以是帳篷在分學生 對不對 是一個帳篷幾個學生 不是一個學生幾個帳篷 學生分糖果 是糖果是被除書嗎 是一個學生幾個糖果 所以說中文上的這個誰分誰 誰選誰 其實並沒有完全鎖定住他的數學關係 你要真的去想像那個情境 去發現他真實的數學邏輯 而不是靠中文上裡面的這個誰選誰這件事情 我們總是用人選中心 可是人並不是一定都是除書 所以實際上是怎麼樣 七個學生之中選一個當國文小老師 那因為可以重複選 所以經文還是有七個選擇 數學還是有七個選擇 這是七的三次 可以嗎 那在這裡我們稍微回頭一下 就是說我們大概了解到 重複排列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算會對 我們來看剛才這個酒杯的問題 三種酒倒入五個酒杯不混酒 當老師剛開始教這個單元的時候 因為學生並不知道 我這個單元的答案會是擠了幾次 所以他可能會拿以前學過的東西來去處理 他可不可以用以前學過的東西來處理 是可以的只是會有一點麻煩而已 但是並沒有真的麻煩到做不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其實可以按照三種酒倒了幾杯 把它分成說三種酒只有一種到了五杯 以及有一種到四杯一種到一杯 那你看我們現在還沒有限定是哪一種酒 就說三種酒是有一種到三杯一種到兩杯 還是說三一一還是二二一 那他就會來到我們前面教的這個雙層分配 對不對 如果是五零零的話 當然是確定了什麼酒之後做一種選擇 那但是問題是哪一種酒呢 你可以乘以三 那如果是四一零呢 我們把酒分成ABC 然後杯子分成小A小B小C 好了 所以他變成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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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配對給A B C D E 五個不同的杯子 然後有四個到A酒 一個到大B酒這樣子 那這樣子配對起來就會是五接除以四接一接 這個一接寫不寫都可以 接著怎麼樣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被倒四杯的是哪一種酒 然後一杯的是哪一種酒 沒有的是哪一種酒 所以你還要再把A B C 配對給410 那這就是我們前面這個雙層配對焦的內容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三接 同樣的道理呢 320這裡就會是五接除以三接二接乘上 320三個是不一樣的數字 所以也是三接 如果是311的話 五接除以三接一接一接 乘上三接除二接 再解釋一次 這裡呢 我們先預設你是A這種酒有三杯 所以他這裡會是一個小A B C D E 配給大A大A大A 然後大B大C 五接除三接一接一接 然後把大A B C配給311 這樣子的話是三接除二接 可以嗎 那這個兩杯兩杯一杯的 五接除以二接二接一接 然後乘上這個三接除以 因為這兩個二是一樣的二 所以還是有除一個二接 這五種情況 那我們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30 這60 這個60 這個90 所以加起來是243 那的確就是43的五是243 有一個概念就好 就是說如果我要分析是可以分析的 我們後面其實會用到 會用到這樣子的技巧 為什麼呢 當我題目想要更複雜 加了一些條件的時候 討論成五組 可能對老師來說 就是會覺得 這樣學生寫一題好像太久 而且他明明就有很快的做法 我們當然不需要這樣做 可是我如果加了一些限制 讓他變成說這樣做是不太正確的情況下 你還要再怎麼怎麼操作的話 反過來呢 如果你這個討論因為加了某些限制 所以可以不用看哪一些東西 只需要算其中的兩個或三個 那對老師來說就會變成說 這題可以足 所以掌握一下這個技巧也是可以的 投擲一顆公正骰子會有幾種結果 那這個應該很容易答對了吧 因為一顆六種 一顆六種 一顆六種 這六的三次 畫距塞 四名學生要分七個角色 那個 如果人數太少的話 就要一人分四多角 對不對 所以有人要演王子又演馬 大家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不能自己騎自己 那我們不考慮那個 同場不能同時當兩個角色的情況 如果四名同學要分 隨意的分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同時當 不管你選什麼 要分七個角色有幾種分法 那這是四的七次還是 七的四次 這個答案是 要注意 雖然說是人在選角色 但是你如果去試著做 你如果去試著問自己 到底七的四次是什麼 你就會知道答案不是七的四次 可以嗎 因為第一個人從七種角色之中選一種 第二個人還能選同一種嗎 不能 那答案會是七乘六乘五嗎 那就變成說怎麼樣 每個人只選一種 那有的人會想說我七乘六乘五乘四之後 再叫第一個回來選 那問題是你怎麼知道 拿到兩個角色的是第一個呢 對不對 說不定第一個只拿一個角色 說不定第一個沒拿啊 他難道不可以選不要嗎 他也不當 他沒有說每個人都一定要演到 對不對 你可以去當道具組 所以說這個答案其實是怎麼樣 七種角色 因為每個角色一定要有人演 而且只能有一個 所以他其實是七種角色 每個角色都可以從四名學生中選一種 那再強調一次 雖然中文和劇情上是 感覺是人在選角色 實際上他的數學邏輯 是角色在選人 所以是 是其次 所以要去想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比較重要 而不是去被這個字給迷惑住 那剩下的給大家當作業 給我這兩題 那我們自己先上到這裡 那我們自己先上到這裡